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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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圆圆 你如果想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快到屋林 还在骑脚踏车 就是因为几个礼拜前 一轮跟我说 喂? 哈啰圆圆 我是以为你今天运动了吗? 诶 伊伦 嗨 你现在开始骑公路车对吗? 我跟你说 骑了公路车就有一场赛事 你一定要参加 而且非常适合你 就是 屋林 屋林 哦 那是那个 靠近和完成的地方吗? 对 没错 就是那个最高的屋林 会有一点点小辛苦 可是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完成 只要你想参加 吃的 住宿 交通 我帮你想办法 喂? 喂喂喂 喂喂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觉得没问题 OK的 你决定就好 我相信你的 哈哈 好耶 太好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OK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哎呀呀呀 我好像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有这么辛苦哦 屋林有五十几公里 然后大部分都上坡 越来越多 而且我算是最近才开始骑脚踏车 我先从一开始给你看 从今天早上 四点半 来集合 到到了 到到了 嗨 你今天很期待吗? 是的 非常期待 我们又见面了 对啊 上次出发也去做 对对对对对 模拟一样的场景啊 对 今天我们要上到武林了 公路最高点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哎呦呦呦 出发了 好啦 其实我没有那么无知 我本来就知道 武林去台湾公路最高点 海拔三二七五公尺 这个比赛真的有难度 一伦 我看到你了 哈哈 上次在转化我都 你不见了 我都在后面 可以啦 耶 小心啦 因为 这一次的拖会非常非常的长 屁股会非常非常的痛 非常非常长的一件事情 我心里准备 但是我觉得不够 可以啦 可以 这个算是我的 第二个脚踏车比赛 哈哈 选武林当第二个脚踏车比赛 好像真的有难度了 我这次吸进武林 没有那么厉害的斩略 也没有那么清楚 每一段路的特色 我的计划就是 刚开始不要太快 不要拥挽我的体力 因为最后几公里 真的很辛苦 路线很美 车子不多 感觉很安全的 这么多人 这么早出发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经验 我会不会骑完武林呢 我的脚踏车很轻 我自己也不重 所以应该可以吧 啊对了 我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训练 哈哈 这几个月 训练的我觉得不够多 加油 好累 现在已经骑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是我第一次停一下 喝水 吃东西 看很美的风景 然后继续骑 第一个不水站 哇 风景真的很漂亮 很痛苦 但是很好看 终于 离家没有那么多 可以享受 我们刚刚到清津农场 已经不错 我开始一直在休息哦 这样不太好 但是休息真的很舒服 现在已经三个小时 四十分钟 然后我的屁股还没痛 但是我的脖子 现在已经非常 酸了 快到我的季限了 第二个 休息站 哎呀呀 OK 永远不要浪费时间 这五十几公里 只有一点点下坡的时间 身体可以休息一下 真的好享受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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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觉得 最漂亮的风景 也是最痛苦的 最后一段 我们到了一个很壮的地方 我们到了一个很壮的地方 还有4K 最辛苦的4K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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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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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小时 十分钟 五零几晚了 一次 六个小时 十分钟 哎呀呀我现在缺水哦 我要 我要去喝水 哈喽 结束后马上 穿南 拜托 舒服多了 超舒服的 我们今天 又见面 又一起骑脚踩车 今天更辛苦 非常的辛苦 也蛮开心 有越来越厉害的挑战 对 请大家帮我按赞 分享 订阅 那我们也要上车 休息 跟大家说 下次见 拜拜